話都還沒說完 突然一個紙箱就往臉上砸了過來 但這紙箱是拿來裝廚餘的 讓清潔員記得和白衣男子理論 沒想到對方也走過了嗆聲 更拿起他的安全帽挑釁 說沒兩句話 還朝著清潔員的臉一連揮了兩拳 無心男子從事清潔員的工作18年 會說對方是故意的 他指控就在同一個月 也在北投石牌公園 遇到這名男子朝他丟紙箱 第一次或許可以當作不小心 但發生了第二次 讓清潔員氣得提高 當初他就一直嫌我囉嗦 對我產生的有一種討厭的感覺 到手的陳信男子 是一名菜市場的清潔人員 當時到處於他和無心男子說 之前的清潔員都會幫忙分類 指控他都不幫忙 雙方爆發口角 一氣之下竟然朝對方挥拳 造成頭部遁傷疑似腦震盪 而對方氣得提高 陳信男子也被判刑拘役50天 我們出來工作 雖然我們戴的手套很髒是沒有錯 因為我們每天要經過的事情 挖水溝 解除魚 不希望民眾用異樣的眼光 大多數的清潔人員 天還沒亮就得出門上班 儘管雙手弄得髒兮兮 但都是為了工作 這回無心清潔員已經退休了 但還是站出來發聲 希望民眾都能夠多點體諒 首點謾罵 TVB的希望黃建國駕曼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